上一次我讲过一篇叫做《选战风云之造王者》 那一篇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里面的经文 上次讲完后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 其实没想过原来二千五百多年前写的一段经文 竟然和今时今日都可以息息相关 还可以从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十九至二十七节当中 学习到可以怎样为我们的将来寻找一个好的领袖 就是首先要自我的装备成为一个敬虔的人 拥有尊神为大的价值观 将来我们就有机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敬虔的领袖 又或者我们自己在用同样的专神为大的价值观当中 可以选出一些敬虔好的领袖 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说 就是有时我们看圣经 只要我们找到那一段圣经完整段落里面的中心思想 或者我们叫它做timeless principle 就是一个跨时间性的原则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其实那个原则因为本身跨时间性 就无论几千年前的历史时代当中应用到 今时今日我们都应用到 那弟兄姊妹有时会跟我说 看圣经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中心思想的timeless principle 跨时代的原则 所以今天我就想尝试跟大家去回 都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经文 那今天就不是识经讲道了 就当是我自己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所领受到 联想到一些有关的中心思想一个跨时间的真理 帮大家应用在生活另一个层面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就开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变成了你看圣经你都找到一个跨时代真理的时候 你又发觉无论是几千年前的历史 你都可以将当中的真理应用在你今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赞叹 整天都可以赞叹到神的智慧 看到祂的属性也很伟大 还有你发觉神的说话 是怎样可以有效地帮你改善你日常生活的时候 更加顺服祂的大能 这样的时候就希望从而刺激大家 你每天读经是不会沉满的 因为你整天都看到 神的说话跟你息息相关 神整天都与你同在 这样的时候就刺激起你爱神 和爱神话语的生命了 OK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在开始正道之前 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来做个开采白 第一个问题是很tricky的 我本来想问 大家觉得吃早餐是否重要 那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立即就觉得出事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吃早餐的 对吗 有谁是不吃早餐的 举手 有很多人了 Justin 你不举 我知道你是不吃早餐的 OK OK 那我要转一转的问题 我想问大家 从这个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 不是 不是角度 是角度 从医疗和保健的角度来看 对一个八岁的小孩 就是我儿子Eric 对他来说 吃早餐是否重要呢 是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吃早餐你才有热量 他每一朝要在一个寒风当中 在学校的操场来做roll call 点名 我试过陪他一起站 你不吃早餐呢 你真的吹到你冻一冻 你没有热量给你去支持你的体温 还有小孩上学是怎样的呢 无论是小色体育堂 周围走来走去 还有成天八个小时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呢 你不吃早餐呢 他早上真的没有精神没有力量来去学习 所以对一个八岁的小孩来说 吃早餐是重要的 问题第二来了 阅读是否重要呢 阅读是很重要的 对一个八岁的小孩来说 因为为什么呢 除了你上课学习之外 根本其实就是靠阅读 来增广见闻学习不同的知识的嘛 所以现在Eric的学校呢 每一天都要求回到家的 起码要看20分钟书的 那20分钟书是什么书都可以 20分钟什么书都可以 无论是关于大自然啦 动物啦 或者Star Wars 总之他有兴趣的呢 就可以了 OK 所以每一天都要看20分钟书 读书是重要的 第三样东西 上学 不迟到 重不重要呢 不迟到其实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尊重的表现 亦都是这个社会伦理关系上面 这个基本的责任来的 所以 上学 是不应该迟到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但最tricky的第四个问题 要给我一些反应 第四个问题就是 既然刚才说过 吃早餐 上学不迟到 以及读书都重要的时候 那你觉得Eric 一早起床的时候 可不可以梳洗完之后 一路吃早餐 一路看书 之后去上学呢? 正常来说 如果他不迟到上学是可以的 但现实生活上面就是 Eric上学的时候 就未必会那么早起床 所以呢 这个情况就是 若果他一路吃早餐一路看书的时候 就有可能 吃不及早餐就要走了 但若他吃完早餐之上学呢 他又有可能迟到喔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 什么叫一起了? 三样一起了? 那即是怎样呢? 在车上吃早餐了 在车上吃早餐了 是吧? 那就弄到车污脏垃圾了 是吧? OK 这一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 Maisie的意见 我觉得都可以的 但是现实生活上面 很多时候有什么情况呢? 尤其是上一辈都要说 就是说 食不言浸不语 那时候最后什么呢? 就是吃早餐的时候呢 专心啊 那时候呢 又帮助消化 诸如此类 那通常又要赶着上学 不要迟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Eric迟到的话呢 他会在成绩单上面有记录的 那为了要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时候的家长都会怎样呢? 你吃早餐就吃早餐啦 不要看书住 因为你放了学回来 都还可以看书的嘛 是吧? 那你的时候吃完早餐 专心吃完早餐 就要上学啦 不用迟到 有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生命中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有些东西 是很重要想去做的 例如刚才那样 读书吃早餐 回学不要迟到 但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空间环境里面呢 是有特别一些的事情 有着最高的优先罪 最高的priority 你应该专心去做的 是不是? 就像刚才那样啦 上学的时候 吃早餐 和上学不要迟到 是比看书更重要 因为看书可以迟些才做 但是有时候 我们若果搞不清这个事情的优先罪呢 我们就会本末倒置了 明白吗? 是不是? 因为你想想 其实就是说 若果有些东西我们觉得重要 但不是在那个特定时间 特定空间 但是最重要最高优先罪的话 我们要学会放下 遲些才做 如果我们本末倒置了的话呢 是很容易做了那件 不是最高优先罪的事情 令到整个环境变得差 甚至乎会伤害了自己 伤害了其他人 我相信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很有机会出现一个很轻行的例子给大家听 在我们家里面呢 当Irene 她预备好晚餐的时候呢 她就会 叫Eric 爹地 吃饭啦 这样 她通常预备晚餐的时候呢 儿子通常就在家里看书 我呢 就通常在做工 写港章 那我和Eric 就整天都会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在那个时刻 那儿子呢 就会说 啊 我多看一会书5分钟 我就说 我多写一会书5分钟之后出来 但问题就是其实说 当时太太已经预备好了 那些食材放在桌面上 你等5分钟天气那么冷会怎样呢 那些食材就开始冷了 是不是呢 那时候你如果说 你通常就是什么呢 说5分钟5分钟搞就搞就搞就 就20分钟之后才吃 你这样的时候每一天吃饭都会是这个怎么样呢 不准时你的身体健康又是不是好的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书可以放下不看着的 就吃完饭再看 讲章就算有灵感 写下那个灵感之后 我可以吃饭 先事后再写的 是不是呢 但问题我们就将我们自己最喜欢的当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会吃了烂饭菜汁 而最大件事的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试过在家里吗 当你妈妈或者你的太太 煮好饭 叫你去吃 你不去吃的时候 你令到他们不高兴呢 你那晚更加没有好日子过 那你就伤害自己 也都伤害了人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其实 在特定的时间 你去做专心 去做特定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你懂得做这个选择呢 对你人生都会有一些好日子过 刚才我说的话就是说 在特定时间 做一些特定应该有最高优先罪的事 而你做的时候麻烦你专心 其实这一条金科玉律 在圣经里面有说的 在上次我们讲到的经文 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耶和话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淡子进入这城的角门 只以安息日为圣日 在那日无论何功都不做 那时就有座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 他们和犹太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 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角门 而且这城必传到永远 也必有人从犹大成一和耶路撒冷四围的角处 从遍亚敏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 都带凡祭平安祭素祭和语香 并感恩感谢祭到耶和话的殿去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以安息日为圣日 仍在安息日 担淡子进入耶路撒冷的角门 我必在角门中点火 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 不能熄灭 这一段经文其实就讲出了 神要以色列人在特定的时间 人在心都在专心去做一件特定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呢 他们就有祝福有运效 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第二十七节 你看看第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里面清楚讲了一件事 上帝就说如果你不听这个命令 去守安息日的时候 你是没有好结果的 有没有看到啊 OK 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在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见到圣经的作者 很强调 如果你不做一件事 就会有不好的后果 他是想你做什么 就是想你做那件事 如果他强调 如果你做了那件事 会有不好的后果 就是想你做什么 不要做那件事 是不是啊 就好像其实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有一晚我和Irene和Eric 出去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呢 就在parking lot 走去拿车 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子就浮起了个意念 我就跟Irene说 我说 啊 不知道为什么呢 在香港短孙的三四个星期呢 我觉得个人又瘦一点 连臉皮肤都好似好一点 没有那么多粒粒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亚洲的天气这么热呢 整天一日到黑走来走去 有运动又出汗 所以身体好一点 其实每年去两个月短孙都挺好啊 一说完这里之后呢 那我听完这个 这么不伦不类短孙的原因之后呢 我那位亲爱温柔的太太呢 就小小声自正康员 以九秒九的速度 跟我说一句 你想死 那你明白Irene说这句话的原因 她不是反对我的短孙 她很支持我的短孙 她自己也在找机会去短孙 她说这句的原因就是 假设如果我用这个 这么不伦不类的原因 来说去短孙 但其实是离家出走两个月的话呢 她说你想死是什么意思啊 警告你不要做啦 那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做一个作为家庭里面的丈夫 和父亲应该负的责任就是什么呢 照顾家庭 所以第27节圣经里面说 叫你若果不遵守安息日 你就会有不好后果的 其实上帝是想你focus在什么呢 就是要守安息日 那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呢 这个作者就是说 以色列人啊 你守安息日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在这里说明是什么呢 就会带领一些敬虔的领袖来带领你 以及带领一些敬虔的人 跟你一起去敬拜上帝 所以这个其实是反映出一个旧约圣经里面 经常都讲的忠心思想 一个跨时代真理就是什么呢 服从上帝的命令就会带来祝福 若果你反叛就会带来审判 而在这个最高层次的原则就是说 服从神就会带来祝福 而这个反叛就会带来审判 乐小小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 若果你是听上帝的说话 守安息日的呢 你会得到祝福就是有敬虔的领袖 为什么说敬虔的领袖呢 跟大家重吻上次讲到里面的识经 那你会留意到其实这里说要求人去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上次讲过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 就是说你甘心放下一日的工钱 来到去专心在安息日去敬拜神 因为你相信你要憑信心相信神的供应 第一个是你有信心 守安息日第二个意义这个层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OK 不单止你是在肉体上停止工作 你心灵上你都要尊重上帝的 看看出埃及记第20章8节 因为神对安息日 人在心都在的要求就是说 当守安息日 守为圣日 圣日的意思就是说那天你不做事 你要将它分别为圣 来专心以敬拜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责任 如果你是那天不做事了 不过其实去开party讲息烧烤的 那不算数的 因为你的心没有尊重嘛 所以对安息日来说 守安息日神要求人在心都在的行为是什么呢 你要一个心态分别为圣 不要做到心不在义 不要因详地这样做 守安息日第三个层面 就在出埃及记31章13节里面 他讲到就是说 守安息日其实是一个记号来的 是反映出守安息日的那个人 是一个尊重神 是将以色列文分别为圣的那位主宰 那你尊重神是你生命的主的时候 就是说你凡事都应该听上帝的说话来做 所以他是一个敬虔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 这样我们根据了无论是历史的背景 当时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文化结构的研究之后 我就归纳出了 不是 是归纳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上帝是希望领袖的人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上帝就会似他们有敬虔的领袖 带领虔的人来和他们一起敬拜 说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看到 这一段经文其实讲出了原则 最高的一个层的原则就是说 服从神的命令得到祝福 不服从的呢 有审判 在这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就是说 你怎样去服从神呢 就是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带来的祝福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得到敬虔的领袖 和有敬虔的人和你一起敬拜 不要觉得跟你没关系 因为他这个敬虔的守安息日 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说 在特定的时间 你听上帝说 尊心人在心都在去做他 特别给你的命令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祝福 其实 今时今日的信徒来说 我们不需要再守旧安律法 但是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生命里面 我们听神的说话 在他所定的特定时间 专心地人在心都在 去做他给我们特定的命令的时候 都是我们生命需要的一个模式 我相信不会有一个基督徒说 不需要的 而在特定的时间 人在心都在 去做神给我们特别的命令 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举几个例子 你听 星期日 明天早上十点半 你们通常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 在崇拜 上帝有没有说过一些 要你人在心都在的要求 看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说明 若然我们要敬拜看看新日本 你是要用心灵 按真理来敬拜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 在特定时间敬拜的时候 所要求的人在心都在特定的规矩 是吧 按真理 是吧 用心灵来敬拜 你现在在想等待吃什么饭 或者下午去哪里shopping 不契的 OK 第二样东西 其实经常会出现的 看看哥伦多后书第九章七节 当那个基督徒玩 我们是受神的感动 希望去用金钱 去帮一些有需要的人 贫穷的人的时候 记住 哥伦多后书第九章 是在说十一奉献以外 额外你有需要去捐献给其他人 对其他人作出帮助的时候 那种捐钱的状态当中 你捐得乐意就是 上帝要你人在心都在的那一个要求 这个又是特定的时间 做特定的事情的时候 要人在心都在的那一个要求 就算我今次没有经文了 但是使命是什么 要使万民做门徒 今天若果说 你现在做门徒的时候 你不要去说 喂 我和你做门徒分练 但其实每个礼拜 就去Starbucks那里 谈一下你日常生活 发生什么事就算 因为为什么这样不效呢 因为神给了特定的时间 做特定的事 有人在心都在的要求 对于训练门徒来说 首先去吧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还有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这些就是人在心都在 在做门徒分练的时候 你一定要付出的事 你起码是在讲圣经 在教耶稣教的事情 不只是聊天 所以你会发觉 其实当你看到耶利米书里面 其实带出了一个跨时间的永恒真理 就是在神所预备特定的时间 你要人在心都在 来到去进行他的命令的时候 人其实是很多事都可以得到祝福 就好像耶利米书里面说 以色列民受光昔日 神会给你敬见的领袖 会带敬见的人和你一起去敬拜一约 重点是什么呢 你要做到人在心都在 你要专心去做 因为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当你做一件事 是不专心的时候 反映出了些什么呢 这个是反映出 你做那件事有一个 不合意的态度 而做这个事情有不合意的态度 反映出 你不尊重这件事里面的人 也都不尊重这件事 而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不尊重那个人的话 不尊重那件事的话 对方看到也都不会收货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如果以色列人 星期六 安息日是不做事 但是只顾着开派对 不是将它分别为星的 上帝都不会收货 当你做事 人在心不在 就是不尊重 这样的时候 对参与这件事里面的人 你又不尊重他 也都可能会带来一些 不是那么好的后果 给你一个不好的见证 上个月发生了这件事 上个月有一天 Irene就帮儿子 搞了个birthday party 其实儿子是九月尾生日的 不过Irene就特意把生日派对 移到十月九日 因为之前我在香港短孙了 Irene就特意移到十月九日 等做爸爸的 可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派对 和隆尾埋单 那时候你会发觉 在那个生日派对里面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好 但是中途突然间我收到电话震 电话震一震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miss call 那我就立刻打电话去给那个人 那时候呢 就用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去处理一些教会里面的事情 但是处理完事情之后呢 我整个脑海就被这件事营绕着 那我就成程到儿子在生日派对里面 切蛋糕啊玩啊 唱生日歌啊 拍照那样东西呢 我其实个人都是心不在焉的 人在心不在 Irene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整个party完了 她就跟我说 啊 我对你这个的表现 都挺失望 那我觉得她说得对的 OK 就是当时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人在心不在呢 就是这种是不要得的态度来的 别人看在眼中 就是说你不尊重那件事 你不尊重当事里面那些人 有没有想过 其实当你真的在做一件事 但是你却不专心 人在心不在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了你做假 令我想起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段落 大家看看 OK 刚才我们看的段落 就是电影《无间洞》其中一个桥段 当中做古惑仔那个傻强的演员 杜汶泽呢 就和他的同党迪路说了以下这番说话 他说迪路 我知道怎么分哪些是警察 总之那些人在做一些事情 但又很不专心地看着你 那些就是警察 OK 你要明白这句话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呢 在这部电影里面到尾尾的时候 杜汶泽死的时候 断气呢 他都要将同一番说话 和梁朝伟再说一次 OK 这段桥段其实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说 你做事不专心 OK 人在心不在的时候 其实代表了你做事是做假 因为你根本不关心那件事 OK 那这句话好像说得有点尽 OK 就是你做假 但是对我来说呢 在过一日 儿子生日派对里面 其实都讲中了 那我问一问自己 过一日星期日 我说完了 工作已经结束了 那是我儿子的生日派对 当时我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父亲 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 就是在儿子的生日派对里面的时候 我不可以做一个父亲特定的角色 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开心心专心地和儿子庆祝生日 而要去处理其他一些 不是即时一定要处理的事情呢 其实当中我犯了他毛病就是什么呢 我不单止忽略了我对照顾家庭的时候 要人在心都在 而是我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电话处理那件事呢 的确实Irene说得对 我不需要在港市处理的 但是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重要 我就想立刻处理了先 我没有信心去相信一件事 如果上帝当时在公余时间 我应该照顾家的 我就应该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命令 去照顾家 我是靠了自己 想去处理了一些 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 有没有想到那个严重性 所以当时的时候 我不单止对家 我家做不到父亲的人在心都在的责任 甚至乎其实我反而是信了自己 记不记得圣经提摩太前书 讲过一句的话 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 圣经里面说 尤其是对我们传道人 这句话也很重要的 他说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这句说话尤其是对传道人 就是说如果我们管理不了家 就更加没有资格去管理神的教会 大家留意当中 那个字管理 英文manage 希腊文叫做 proistami 这个字不单止 只是解说执行领导 同时间也是解说关心照顾 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 如果我们要照顾家庭的时候 不是说我manage得好就好了 就是说什么呢 我请了个工人回来 照顾了那些小孩的器具饮食 照顾帮太太买菜 那就叫做manage 不是啊 要show concern 要show care 就是说真的要关心你的家人 这个就是神的命令 那你想想 神已经说明在家庭里面的命令 是要show care 要关心的时候 喂 工余时间 在儿子的生日派对当中 无可推诿地 我应该就做这些事情了 但是那一天呢 我就真的人在心不在 太太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呢 其实那一天 那个生日派对那一天 讲完道 而在耶利米书这个中心思想 教导我们 在神所定的特定时间 就要人在心都在 做神所给我们命令的时候 是帮助到我去反思 那一天 在儿子的生日派对当中 我做错了些什么 那我就会发觉 喂 原来在我日常生活里面 神的智慧都不断地提醒我 要去自我反省 是不是在做一个好的榜样 是不是在做一个神 希望我过敬虔生活的模式呢 不单止 耶利米书17章里面的格法 不只是应用在简领袖上面 是我日常生活里面都可能 让我反思究竟看清楚我是不是一个 跟从神的人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找到圣经里面的跨时间 真理 每天都看到神的说话 神的智慧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多么实在 怎样有效地帮我们 改善反省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日常的读经生活 怎会觉得悶 我们怎会觉得神 只是礼拜日敬拜才出现的神 神是真的 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经历到祂的上帝 就是你的属灵生命就不会沉悶 你读经就不会沉悶 你自然就会更加爱神 更加爱神的怀疑 在改一期 我就衰了 因为没有在应该做父亲的时候 人在心都在 来实践神给我们的命令 照顾家庭 但是神有怜悯 在现实生活上 都有很多情况可以补飞的 OK 在那个生日派对之后 那个整个礼拜 星期三晚 我有机会补飞了 那那个补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一个人在心都在的态度 来到去照顾家庭 是吧 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要不就不做 当然如果你不照顾家庭 你当然有机会 会听到慈声呼唤 你想死吧 但是你要不就不做 但是你一做的时候 就定义要按回圣经的原则 照顾个儿子的时候 你就人在心都在 那那个礼拜呢 其实都很忙 OK 又要写矿章 又要预备很多其他admin 那些东西 那真的有很多事情做 不过那个星期三我记得就是 早了接了儿子 回到家 跟他做好功课 他八点钟之前 已经吃好饭 有一个多小时时间玩 那当时我就要 心里面做一个抉择 一 就是我要继续写 我未曾写完的矿章 OK 但那天已经做了九八个小时了 OK 二 就是放下 那时候不是特定时间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写矿章和教会的工作 来专心跟儿子去玩 既然礼拜日衰了 就应该学一个好的功课 所以那一晚我就决定 八点关了电脑 电话也放进房间 不听 就跟儿子在厅里 两个小孩在那里玩 OK 那时候那一晚 Eric很开心 为什么呢? 一开球的时候 玩卡的游戏 父子对决 他赢了两局 之后呢 我很开心 我赢了三局 但是我不是因为赢了三局而开心 而是为什么呢? 而是我看到 当我尝试 去放下我的工作 专心在那个特定时间做上帝 要我特定做的事 而做得人在心都在的时候呢 我有上帝的祝福 原因是什么呢? Eric输了三局 但是他没有发脾气 如果你有听我以前讲到的话呢 Eric玩游戏的时候 以前一两年前 他如果玩输了会发脾气 会哭 会发猛症 但是那一晚 他完全没有发脾气 很因然接受那个失败 就令到我看到 我们以往教他的功课 去学会 因为我们经常跟Irene 一两年跟他玩的时候 他一输了就哭 我们就教他 人不用那么好胜 你每一样都要赢 你将来人生很可悲 为什么呢? 你每次都要赢的时候 第一 你自己又不开心 第二 你每次都要赢 你就一定会找很多借口 来处理自己失败的原因 那我们就教他 那一晚呢? 那就是神了 记不记得 耶利米书就是说 如果你那个敬虔的生活 会得到神的祝福 你特定的时间 以色列文特定去守安息日 你会得到神的祝福 今次我在神特定的时间 公如以外 应该照顾家庭的时候 专心的去关心照顾我儿子的时候 我有祝福 不是赢的三拨卡游戏 就像做师傅一样 看到门徒成长 又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祝福 所以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当你愿意凭着信心 去做神在特定的时间 要你做特定的事 人在心都在做的时候 神是会祝福你的 刚才我那个情况 我的信心是什么 我要相信那一天 我已经在中心做完 我要做工作的时间 那一天 我花了一些时间 来和我儿子相处的时候 不代表 我那份广章就一定写不完 我要对上帝有信心 就是说 上帝既然要我 在照顾家庭的时间 专心照顾家庭 不可以相信他 第二天我做广章的时间 他仍然是可以有能力 令到我完成那份广章 写出好的广章来吗 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 信心的操应的功课 你想想 如果反过来想不想 我只是专心工作 写广章 但是却在照顾家庭上面 不忠心的话 我其实都不是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只不过 是用了一些很美丽的藉口 来去掩饰了我根本 没有全面的学习对神敬虔 大家明白吗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其实在特定时间 用人在 心都在的态度 来做特定的事 这个原则 其实 你是不是基督徒也好 都应该想想 是不是应该在你的家庭上 应用出来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植谷或者香港 每个人都太忙了 OK 但我们要记得 工作呢 是你做死一生都做不完的 你公司的老板 没有了你 他是不会死的 因为他仍然可以用高薪厚职 很容易 就会去找另一个人 取代了你 但是你在家庭里面的角色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即是在公余的时间 去照顾家庭 天公地道 上帝也有吩咐我们 要照顾家庭 但我们可不可以 对上帝有信心 就是说 我遵行上帝的命令 忠心照顾家庭 将那些 extra时间 放在家庭上面 不是放在工作上面 我可不可以对上帝 仍然有信心 我工作都会OK呢 想想想 当然 你想清楚 如果我们花了所有时间 在工作上面 我们没有你的家庭的话 家庭会变成什么呢 可能夫妻之间不和谐 或者子女和你就会很疏远 当时你就会觉得 圣经里面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及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你就很对了 当真 当时你可能真的没死 你不会赔上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们就把所有东西 放在学业工作 所有东西上面 而忽略了家庭的时候 可能我们过的家庭生活 就只不过是人制关系疏离的生存 并不是一个拥有爱家庭里面的生活 到时你就真的可能生不如死 为什么这么感触呢 就是早一两个礼拜 就和朋友聊天 拥有爱家庭里面 就是因为放了很多时间 在工作上面 家庭里面 回到去只不过 好像一个寄宿那样 没有了一种家庭生活 就影响到整个家庭里面 父母 子女之间的关系 和融合 就令家庭不开心 所以你想清楚 其实神的真理 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 还是不是基督徒也好 其实都可以应用到 在生命里面 当我们可以应用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神的智慧 和神的话语是如何有效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by the way 上一次 凭信心 OK 专心仁在心都在的去照顾Eric之后 祝福不单止只是那一晚看到他成长 不再那么好声 祝福也一直来的 因为那星期三结束之后 一个星期有一天 突然Eric应该就发恶梦了 半夜三更就自己开了自己的房门 走进我们的房间 就爬上我们的床 那就奇迹出现了 他走来抱着我睡 不是抱着妈妈 因为平时他永远都是黏着妈妈的 OK 那时候那一刻我就想 真是感谢神了 即是你愿意人在心都 再花时间去照顾儿子 即是促进父子关系的时候 阿神又给我有点甜头 是吧 因为如果儿子抱着我 我的心很甜 因为永远妈妈都拿了 对不对 那时候感觉到神有祝福 但是都to be fair 他睡醒之后我就问他 Eric啊 为什么你昨晚是不是发恶梦啊 你过来抱着我 不是抱着妈妈的 Iran看着我 我应该是sleep walk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anyway 我开心了 不要理了 你要明白 有时在特定的时间空间 你放胆人在心都在 去执行神的命令 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 其实这个真理你都在用的了 OK 读书那些 你试试读书或者考试测业 不专心 你看看有没有好结果 不会有好结果 是吧 你试试 跟太太出去买东西 不专心 看其他女孩看有什么好结果 不会有好结果 在特定的时间 按照神的心意 特定的人在心都在来做事 会有祝福 其实这个真理呢 尤其是你想想 应用在家庭当中 应用在夫妻关系上面 就会很好的 有一段新闻给你听 刚刚上个星期 在明报看出来的 OK 怎样将刚才这个说 在特定的时间 按神的心意 人在心都在来做事 做神要我们做的命令 会有好结果呢 上帝有说的 夫妻要彼此相爱 OK 是吧 要家庭里面 要有这个爱的关系 人在心都在来对待这个关系 上个星期 11月16日 明报说了一段新闻 他说有团体发现 在两成半人在调查里面的婚姻关系 都出现了问题缺乏激情 有夫妻因为缺乏沟通 令到关系出现了裂痕 结婚五年的何氏夫妇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何氏夫妇是两个人 在读大学的时候 邂逅拍拖三年结婚 两人毕业之后 仍然十分忙碌 婚后忙到是没有时间拍拖 没有看电影 没有吃饭 没有庆祝生日 而还有这个何生 是独子来的 所以就和自己的父母住 那就是我何太说 婚后 连夫妻连小事都有拗叫 他真的这样写 究竟牙膏怎样摘 是由中间摘 还是由后面摘 都已经是问题 再加上两个老人家的相处 何太就说 这个有点精警 何太说 家里面的变数 可谓波难壮阔 结婚三年半之后 你发觉不行了 忍不住了 向丈夫不是提出禮婚 要提出接受婚姻辅导 婚姻治疗师呢 就引导两人去了解 婚姻里面保持联系的重要性 最后何先生呢 就决定做一些 人在心都在的事 来维持关系 是怎样呢 就是每一晚 都会陪个太太 一起上床睡觉 睡觉之前呢 聊五分钟 聊完聊 人在心都在地 聊完聊之后呢 才继续工作 等太太睡了之后 才继续工作 在特定的时间 人在心都在地 来做神 要我们做的事 就是维持夫妻关系 何太呢 在这个报道里面 就笑称五分钟 只不过是开波的时候 聊聊聊 每晚呢 两个人就越聊越多 增进沟通 何太说 现在的夫妻关系呢 如交似七 你可以在明报道找到 鼎姻妹有没有看到 其实 圣经的真理 如果我们找到 那个夸时间真理的时候 无论你是基督徒 还是基督徒 你应用在生活里面呢 都会令你生活变得更加好 所以弟兄姊妹 希望大家留意到 今天为什么要讲 这个课题呢 原因就是 我们太忙了 有时候我们看圣经 又未必真的 有时间 或者懂得去找出 那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只是当它 看了个故事算了 但如果我们愿意 用心 尤其是在Skywalk里面 我们希望帮大家 能够看圣经 看出这个跨时代真理的时候 你就天天都可以经历上帝 神就不会是一个很遥远的上帝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这样节奏 你来 圣诞节奏 你来 长假期就你来 所以弟兄姊妹 希望今天一篇的讲道里面 能够让大家看看 可能我们平日都很忠心 在工作上面 听上帝说忠心 但我们有没有在家庭里面 一样忠心 我们有没有 上帝给我们在家庭的命令的时候 能够是很专心地 人在心都在 在上帝要求的特定时间 做他要我们特定做的事 而照顾家庭是其中一样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看到 耶利米书17章 当你看到中心思想 跨时代真理的时候 不单止只是应用在孙领袖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像我一样 因为做错事 生日派对那里 我有反省 从而知道一个敬虔的人 应该按着神的心意 在他特定的时间 人在心都在 做他特定命令的时候 我可以专心地 学习改变自己的生命程序 放下工作 憑信心 人在心都在 来照顾我的家庭 夫妻关系尤其一样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今天这篇正道的title 叫做《蒙福人生之》 人在心都在 遲些有机会的 我们会在蒙福人生系列里面 再去探讨一下 怎样用圣经的智慧来改善 或者是保持家庭里面 父子的关系 妻儿子女夫妻的关系 和家人相处的关系 因为我深深相信一件事 神的智慧 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 时刻经历祂 并且能够改善你和我的生命 希望大家 用心去沿读神的话语 因为你日日时刻 都经历到神 在你身边出现 而令到你更加体会到 祂的真实 更加爱神 爱读祂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慈悲亲爱天父 神的智慧 无恐尽 我们有你这个 这么好的创造主 求父神你 继续帮助我们 按照圣灵的大力和感动 从圣经里面去认识你 帮助我们看到 神你是多么伟大 神你的智慧 和你的话语 是多么有能力 去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 从而让我们更加体会到 你时刻我们身边 出现那份真实 让我们更加的 渴慕你的话语 渴慕去认识你 更加拜伏在你大能底下的时候 我们更加传言的尊敬你 降伏在你面前 求父神你帮助我们 学习今天的功课 让我们生命里面 能够凭着信心 能够在你安排的特定时间 特定场景 人在心都在 去听你的命令 去遵行你的命令 让我们更加经历你 得到你的祝福 我们祷告奉教耶稣基督命志祈祷 阿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